那继续很重要的这个布林肯 2月5号到6号要到中国大陆 来我们的这个标题必须要换一下 要到中国大陆去 那白宫有讲话会谈什么呢 谈俄乌战争 谈中美的军事对话等等 好像没有看到我们台湾 对不对 会不会有台湾呢 我请凯翔来谈一下 这个有个很重要的 拜登将在布林肯周日访华之后 发表国情咨文 谈中俄带来的挑战 对于美国来讲 对不对 两大强敌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所以布林肯这次去 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我们知道在去之前 过去嘛 过去一个这个 总算是这个大咖 要去出访之前 会营造一些气氛 但是我们看到布林肯去之前 有没有尼米兹号啊等等 双方这个剑拔弩张 气氛并不算是太好 所以这个布林肯去 会不会有收获呢 但当然啦 谈总比不谈好 这样收获可能要求太高了 这个护栏设不设得起来 特别是我们看到 美国众议院的院长 要去访问嘛 那会不会 也放在这个议题当中 所公布的都没有看到 会不会谈啊 那人民日报 也发表了这个署名的文章 这个很大一篇哦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陆官媒的态度 中美必须要找到正确的相处 知道这是题目啊 告诉美方 美国啊你要明白什么 明白世界任何时候都有竞争啊 竞争是互相借鉴 你追我敢共同进步 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啊 还有搞盲目的反华 是行不通的 认为这是盲目的反华 中美一旦冲突 不管是冷战热战 贸易战科技战 各种战 会损害中美两国 跟全世界的利益 最后来了 台湾问题 中国核心的重中之重 利益中的核心啊 这句话他已经讲了千百遍了 对不对 是中美关系 政治基础中的红线 中美关系第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啊 所以凯翔你认为 布林肯到大陆 不会谈台湾吗 不会谈美国议长来访华吗 不过在此同时 我常常讲国际间的大事 相关大事 我们要一起看 一起看才能有个正确解读 不要只看单条线啊 解读会比较狭隘啊 在此同时 也传出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习近平 在春天的时候 要去俄罗斯访问 当然一定会去跟普丁见面啊 那王毅 王毅也会先去先去铺路 当然这是一个既定的SOP 对不对 国家领导人去之前 这个外 这个都会有一个 这个高层先去铺路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 已经证实这个消息 然后把它定调 这叫头号大使 头号大使啊 南华早报也确定了 习近平会在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后 2月24号 到这个 这个前后呢 到俄罗斯 这是睽違三年月 疫情的关系 再度到俄罗斯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是背靠背的关系了 那在对抗 美国的一些压制 还有台海的冲突之下 这个呢 中国大陆也需要 俄罗斯的一些协助 一些稳定的支持的一些力量 所以凯翔 你怎么看待 这些绵密的 一些外交上的动作 我觉得中美军事对话说 怎么可能不谈到台湾呢 不然中美在军事上面 还有什么特别需要 对话热点吗 你说南海也许是一个吧 那全球可能在一些 就是 不能说没有相关啦 但是重要性都一定 比不上台海嘛 现在比如说 现在除了在 这个南海的部分 在东海的部分 甚至在台湾东侧 然后到关岛之间 然后呢 还有日本像 宫古海峡这些 这些区域 然后呢 中美之间的船舰啊 机舰啊 都越来越密切的接触 所以你讲到中美军事对话 不用讲台湾 当然要谈的 也不会脱离台湾啦 但是为台湾多么深入 然后是不是什么 2025年之前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2027什么什么 这些数字啊 这些年份啊 会不会出现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能 就要再观察一下 那我觉得布林肯 此时此刻到中国大陆去 我觉得中 我觉得俄罗斯的问题 恐怕还是头号的 最重要的重点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关注俄罗斯战场 对不起 乌克兰战场上面的状况 其实乌克兰战场上面 现在的主动权 在去年 可能台湾的媒体很多报道 都还停留在去年秋季的时候 那时候呢 这个乌克兰在北部的 乌克兰北部 发动了一波反攻 然后在卡尔科夫 这边的俄军 就狼狈的往后撤 很多台湾的媒体 都还停留在 就是我们都很长期仰赖 西方国家的大内宣 大外宣 乌克兰大内宣 大外宣 我们媒体都走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都还觉得说 哇在这个战场上面 这个乌克兰 是不是准备迎接胜利 但其实在这个冬天 到目前为止呢 看起来这个情势 又开始逆转 尤其是在这个乌东的部分 在这个巴哈姆特这个城市 它原本呢是 这个乌克兰在东部 一个非常重要的防线 就在过去四个月的期间 它已经逐渐被 俄罗斯的瓦格纳的 傭兵集团已经吃掉了 这个失守 可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 如果失守了会怎么办呢 这个战场很快就会延续到 往南走 走到这个现在从克里米亚 往北在这个扎波罗勒这个地区 这个地方就跟乌东又不一样 过去乌东在2014年 这个乌克兰内战之后 乌克兰花了八年的时间 配合着北约 配合着美国 然后呢配合着很多种 西方世界的教官 构筑了这条防线 逐渐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的时候 在乌南可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 如果打到这边去的时候 乌克兰的局势就会岌岌可危 所以你要跟很多其他的新闻 看在一起 包括像是最近在这个春节期间 一个很重要的乌克兰战争的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美国决定要援助 我们还没买到 我们买了还没到货的这个M1坦克 然后还有像是什么 这个德国的鲍二坦克 是不是这些西方世界的先进坦克 你讲到乌克兰 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美联社自己的报道 一个美军炮兵 告诉乌克兰的炮兵 应急的办法 有没有 那个炮故障了 怎么办 这个打开这个大炮后面的这个唐室改为撞针触发 成功解决了大炮不发的问题 给了一个这个求助专线 有没有 就大炮有问题的话 我给你一个求助专线 对没错 就是这样子 这其实乌克兰战场上的形势 看起来对乌克兰是越来越不利 所以才要急着送战车 这么新式的战车 都要赶快送到他那边去 甚至还讨论说 F-16是不是要援助乌克兰 因为战事不利 而且等到了二三月 这个融雪 二三月怎么样融雪 融雪完之后四月融雪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场大战在乌南爆发 而且情势是对乌克兰不利的 对但另一头有人就会觉得说 这个我今天看到很多 各式各样的说法 所以说习近平去见这个普丁 有可能俄乌战争 就可以这个停止 画上一个据点 有各种不同的评论 当然我们从台湾的角度出发 我们还是比较关心台湾 我问一下这个严老师 你怎么看 就这次我们看到包括布林肯 去访问中国大陆 接下来习近平要去访问普丁 你觉得呢 对我们台湾问题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了 不管中国大陆 不管是谁来 德国总理肖子 不管谁来 不管是来 或是大陆官员出访 说来说去 台湾问题 核心中的核心 重中之重 这个部分是永远不会拿掉 而且是在在放在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 这个地方 那对美国来讲呢 现在是双线开战是有点吃力 对不对 又要应付俄罗斯乌克兰 他又有台海 危机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看到布林肯 他也先去中东啦 他来这个大陆之前也先去中东 他总不希望三线都有问题吧 这个国际局势非常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们从台湾的角度出发 你觉得这些事件 会对台湾造成什么影响 我觉得当然就是如果说今天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告一段落 或者现在以巴的冲突能够减少了 那美国就可以专心在亚洲了 那现在看起来其实对我们并不是好事 那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别的地方有发生了一些战事 继续在弄的时候 美国会可能要必须要去处理这些 那台湾这边他可能没办法来顾到 但是台湾也就不会照进 但是如果今天别的地方都没事了 美国可以专心来搞中国 专心来搞中国 那也可能会有问题 那我觉得但是美国也知道 因为刚才你提到那个台湾问题是红线 是底线 不能碰的 不能逾越的 美国也知道 所以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 刚好我们在讲到一个加拿大的状况 就是今年会面临的挑战 他说加拿大政府决定跟着美国走 搞反中路线 他说可是忽然又看到 布林肯跑去大陆了 他说我们会不会跟错了 结果他们会担心这个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要去想这个问题 不要一天到晚记起反中的大旗 结果忽然美国跟大陆和解了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政策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是有在全世界 就是说大陆领导人或者外长去的地方 比如非洲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秦刚刚去以后 美国马上叶伦去了 马上他们那个以前做非洲的师长 现在是联合国大使 一个黑人的女性也跑去非洲了 他们也去巩固 就因为大陆把战线搞得太大了 拉美你看马上又说跟阿根廷也通话 因为阿根廷在主办这个拉美的会议 所以也就是大陆把这个战线搞了很多 美国是疲于奔命了 但是如果这些战线越来越少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不见得是好事 不见得是好事 美国有种在 我就是说在把这些战线先轻心把搞定 专心来对付台湾问题 看起来确实不是好事 正常这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余帮你来打折